1月6日晚,贾乃亮发微博回应,李小璐夜速风波,他表示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,但同时我也是个普通人,面对如此的撞击,我也一样犯难咽,较难眠。 在这场暴风骤雨中,我的家人近乎被电闪雷鸣所击打到无力挣扎,几近崩溃,我对不起露露,也许还是我做得不够好,我想努力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,可我用尽所有的能量,最终却完成不了对家庭的陪伴与拼命工作之间的平衡。 走到现在,我唯一还能做的就是恳请大家,能否给我曾经信仰过的爱情,在我生命中最神圣的婚姻,原本想过的一个浪漫且有烟火气的人生,留一点余地,无论未来我们的路该如何,请让我们自己处理,也恳请大家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,我相信雨过总会有天情。 右边的人都在关注呀 这世界很酷